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初到奥特曼来到猪爸爸的商店 他又来买最新的石丸 原来是初到奥特曼啊 正好店里来了最新的石丸和奇趣弹 你又来买多少呢? 我这里有500块钱 我要来买两盒最新的石丸 还有两个奇趣弹 初到奥特曼把500块钱的硬币给了猪爸爸 哦,好的,现在就给你送过来 猪爸爸叫他的店员给奥特曼送上石丸 店员把石丸送了上来 原来店员是小猪佩奇 猪爸爸说,佩奇做得好 然后跟奥特曼说 这就是最新的石丸还有奇趣弹了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初到奥特曼看到这么多的石丸和奇趣弹 好开心啊 他赶紧带回家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太棒了 猪爸爸刚开业 收获了500块钱 让我们把它放到收银台里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客人呢 熊大也来买最新的石丸了 听说猪爸爸的超市来了好多小黄人的石丸 我来买最新的石丸 哦,这不是熊大吗 我这里有好多小黄人的石丸和奇趣弹 你要来买多少呢 熊大掏出了一万块钱 猪爸爸看到了这么大的面额 吓了一跳 哇,这么多钱 可以把店里所有的石丸和奇趣弹都买走了 店员把石丸和奇趣弹送了上来 这次的店员是乔治 猪爸爸夸乔治,真棒 熊大买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石丸 还有奇趣弹 他又赶紧回去和熊二一起分享呢 大家看,这是今天的收入 一万块钱 让我们把它放到收银台里 今晚可以去吃大餐了 出的奥特曼把买到的小黄人石丸和奇趣弹 带回来和艾克斯奥特曼一起分享 艾克斯奥特曼看到好多石丸啊 正好他肚子饿了 奥特曼买到的石丸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小黄人的巧克力石丸 包装的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小黄人造型 那左边的这一个呢 它头上带着一顶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右边的这一个 手里拿着一把乐器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巧克力 哇 这个巧克力看上去很美味哦 背后黄色的是香蕉 那这是香蕉巧克力 艾克斯忍不住吃了起来 嗯 好脆啊 而且这里面还有香蕉的味道 果然是小黄人最喜欢吃的 出到他妈也尝了一口 确实味道很不错呢 很甜 而且有香蕉的味道 小黄人这时候也忍不住 吃了起来 哇 太棒了 我最喜欢香蕉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奥特曼买到的奇趣蛋里面 会是什么呢 这好像是小黄人的一个拼装玩具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小黄人呢 他头上戴着一顶海贼帽 手里拿着一把刀 哇 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哦 他砍了奥特曼两刀 哈哈 那其实他在玩呢 接下来这个黄色的奇趣蛋会是什么呢 这是和刚才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小黄人 这个小黄人长得好高啊 而且他的头发只有一戳 看上去好搞笑啊 那你们知道 这两个小黄人叫什么名字吗 熊大也把买到的小黄人食丸 和奇趣蛋带回家 熊儿看到这么多好吃的 还有好玩的 好开心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熊大抽到的是什么图案呢 诶 左边的这个小黄人长着两个尖尖的牙齿 还有一件黑色的披风 右边的这个呢 好像是刚才抽到的奇趣蛋 这是另外的两包 那左边的这个和刚才的一样 右边的这个好像拿着一只小泰迪熊 看上去好可爱啊 这里面的死丸和刚才的是一样的 表面是很脆的巧克力 然后背后是香蕉奶油 看上去好美味啊 熊大尝了一口 熊大胃口好大呀 它一口就把巧克力吃掉了三分之二 熊儿只能吃剩下的一点啦 没关系 还有三个呢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奇趣蛋里面会有哪些小黄人呢 这个小黄人有两个搓头发 然后他的围裙是炒作的 接下来绿色的奇趣蛋里面 会是什么小黄人呢 哦 这个小黄人好像穿了一件大大的披风 他也是一只眼睛的 然后他还戴着一个眼镜 他的嘴有两个尖尖的牙齿 这和我们刚才死亡包装上面的图案是一样的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造型的小黄人吗 最后的一个小黄人造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可爱的双眼小黄人 他好像手里拿着什么 这个小黄人看上去好冷啊 穿了一件毛衣呢 好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黄人食丸和奇趣蛋就到这里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造型和哪一个图案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